歡迎收看小明星 曲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Winz Winz的打野教學時間又來咯 這次要介紹的移行是這個西瓦納龍女 這個版本中有著最快的刷野速度 還有強大的碰撞能力 在SoloRank勝率之中也算是拳擊高 因此如果喜歡龍女的玩家們 絕對不要錯過這次的精彩教學喔 不需要什麼攻擊裝備 他就有個超高的機傷 而且同時又有AD跟AP的傷害 野區單打任何的打野 只要有一道 基本上同樣的狀態下都非常難得打輸 而且不管是分推 會戰 還有刷野 各方面來講龍盾非常非常的強大 只是非常欠缺的稀稀的技能 讓他早期的電殼並沒有這麼容易的成功 但是龍女我們要玩好 一直都不是打一個GANK的流派 而是我們打一個野區的控制發育流 至於什麼是野區控制發育流呢 我們會在之後的實戰交易中為各位講解 先出來講的話 我給龍女應該是4.5顆星吧 除了本身前缺CC之外 沒什麼特別缺點的一隻大野 和龍女不好遇到的對手 基本上我覺得打任何的角色 我覺得都還算好應付啦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Counter 但是如果你硬要選一隻Counter的角色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鏡爪吧 因為鏡爪的 其實鏡爪的技能組 就龍女來講龍女還蠻能打的 是因為鏡爪本身風陣能力就很強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我好像自己有玩過 不管是 我有一家產鏡爪 不管是從三等開始的碰撞 還是到會戰的發揮 其實我覺得他算是蠻Counter我的 所以我覺得龍女唯一比較Counter的一隻角色 我覺得應該是鏡爪 會很難打 其他我覺得OK 好 至於出裝方面的話 我們基本上都是選擇冷鞋或是水星鞋 我覺得沒有更好的選擇了 而打野刀方面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紅色打野刀 然後我們一律是附魔鞋爪 有人可能會問 奇怪 龍女本身角色沒有吸血的情況下 那在藍色打野刀可不可以 這個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其實我個人在 最近的大概五六十場 六十場龍女裡面 我覺得紅色還是比較適合龍女 因為太多情況下 你卻完全碰撞了 而且龍女本身是個跑速很快的英雄 你只要有辦法黏到野的話 你的紅粽的效果可以持續的發揮 所以我覺得紅粽相對藍色來講 我還是比較喜歡紅色一點 而至於核心裝備的話 一定是大兵車 因為本身我們信息不太夠的情況下 只要有大兵車的話 基本上你只要有辦法撲到人 你是可以持續的緩速 然後讓對方跑不掉 所以我覺得大兵車也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裝備 然後再來的話 選擇有很多 就是如果對面AD傷害比較多的話 暴擊多我會選擇藍盾 而死者兼甲的話 就是對面沒有暴擊 我需要跑速的話 我會選擇施政金甲 而反彈甲的話 則是遇到一些 可能本身有吸血量比較夠的英雄 像是本身就帶有吸血效果 或者是他的出專士 前面就出吸血裝備的話 那我覺得反彈甲 還算是不錯的裝備 而至於GA的話 則是算是攻守皆宜的一件 也是不錯的裝備 而魔防裝來講的話 不管是振奮還是這個 死心神窺都不錯 但是這個版本 相對振奮來講的話 我覺得死心神窺是比較好 發揮這麼一點點的 然後我覺得手套也是龍魚的一件不錯的裝備 如果你的雙反都覺得還不錯 高的話 我覺得其實你也可以選擇出手套 可以讓你會戰中的這個 生存力更高 而且我覺得 還有加上一點AD的基礎傷害 我覺得算是還不錯的 而至於還有什麼裝備呢 你至於如果你真的想要再攻擊力更高一點的話 你是可以出三相或太陽九頭蛇的 但是 其實我覺得龍魚畢竟本身這角色 你還在前面不斷的追著人家 大 我覺得你的坦度還是非常重要 所以 通常我的攻擊裝備最多就是附魔系 裝成大冰者 的剩下 我還是比較喜歡請坦轉 而至於符文方面的話 我是選擇帶強攻 因為龍女的普攻加Q 就可以出發強攻的效果 讓他遊戲整體的發揮中還算是非常的不錯 而下面凱旋的話 可以讓你在殺人的時候 獲得失去12%的三面值 而且我額外獲得二十金錢 我覺得算是 這牌裡面算是比較好用一點點 然後額外的攻速 跟對敵血藍英雄裝 額外傷害都是非常好的 而副點的話 我會選擇點無數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龍魚的跑速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會多捉摸在一些 跑速上面的符文 不管是增加額外的跑速 或者是跑速轉化為 額外的 額外AD或AP的訓解 還有在河道上 人家額外跑速的這個水行者 我覺得都是非常適合龍魚的符文 龍魚野區碰撞太強了 野區碰撞沒幾個打野打得贏他 而且你龍野怪也快 所以你就是想辦法 你要想好你的這個打野的路線 你不行一定要去gank 但是你的打野路線要規劃好 你要隨時隨地抓 龍魚就是你隨時隨地抓這邊打野的位置 然後能去仿達野怪 或是能去野區找他碰撞就好了 你要玩對方法 你只要知道一些觀念 知道一些打漏 打漏是有邏輯的 你邏輯只要抓得正確 你想上分沒問題 像這場嗎 我們打加紋 加紋前面比較強一點 但是我們碰撞起來不會輸 但是他gank比較強 呃 我們只要有辦法 他gank一波 他沒有得到什麼 我們去反他野怪 等級比較高 我們就很好打加紋 這摩根他直接不來幫我 其實這樣蠻尷尬的 我玩龍女 前面如果搬的少 我會很慘 我gank他們真的是王八蛋 這樣很難很麻煩喔 因為早上講說下路兩根搬大啦 而且下路最好幫你砍一下 他們這樣玩我蠻尷尬的 就如果你對龍女不要這樣打 AD不射到底 然後捨破完全不來 這樣差蠻多的 如果你是玩龍女的話 這樣差很多 因為龍女第一輪血量是偏低的 然後再不要不要搞得到 跟他 搶核線好了 搶核線血就不會有太多 欸 呵呵呵 這家文怎麼吃啊 這個家文可能沒吃六兩 我們去六兩找到他 他應該是 1 2 3 六兩沒事 我們去六兩也就會撞到他 燒死 媽 可惜 可惜沒死 他大概算 10滴吧 這裡的話直接回家會比較好 然後我們知道我們上面都沒有野怪了嘛 然後等等家文100%晚上靠 你們看這種情況下家文不可能在晚上靠 他等等一直晚上靠去吃他糾集 然後在等三人復活 然後我們也跟他變相開我們就吃酸食六兩 然後晚上吃吃四攤 我們這樣的話我們野怪的路徑會比較省一點 我們等等會贏家文大概 一攤的等級 一攤到兩攤的等級 像玩龍女的話我就是除非真的很好game 我才會去game 不然我是打野區控制 就你要像這個時候你就去加文100%的時候啦 基本上100%在那 那你就要跟隊友講說他在哪裡 然後隊友小心一點 然後這個時間我六鳥剛好會活 然後六鳥之後我再很順的野怪吃上去 會很順 這樣的話我的發育就是好的 然後有可能我吃完這攤六鳥之後 我們吃完家裡的那個 吃完這四攤之後有機會可以打六鳥 然後六鳥只要打到就算了 然後這時候家文就去gank你也不要理他 他gank只要沒gank到他就他他等等就會很慘 因為等等我仿了這兩攤之後我可以進去六鳥先蹲他 這個就可以gank他沒閃 這種必殺了再gank就好 然後一樣把三萬部野怪給吃掉 這樣我們等級一樣會贏很多 但那個連大都不用玩就gank了 算好殺 我們現在贏對面jango兩等 雖然你可能看他現在做的事比我多 但是論打野來講的話我現在比他強很多 就他現在遇到我他一樣打不贏我 然後我們就找個機會來拿這個地址的物件 這個真的就可以拿了 像是哪對面家文很明顯啊 他就是打線上gank 然後我就是打野虛孔子 我會贏他等級 然後我會想辦法再找他捧鑽 其實最好前面的時候我可以跟他捧鑽到啦 他避開我去gank了他gank到他會賺一點點 現在的時候我們就想辦法蹲GP吧 趕快可以殺到他 他過來我們應該可以殺他 The enemies of Demacia will fall 掰 你看我們只要打法正確的話就算你不gank 你一樣我現在才殺一顆頭而已 可是我的經濟是好了我可以單殺真的沒殺你 而且殺他是沒壓力那一種 我殺他真的零壓力 我現在都殺到他拿不在那樓 你看我現在10等 我單打是無敵的 然後會戰我靈想力也很夠 然後你看家文前面他621我也跟不怕他 他621我要單打他依然被我吵架 他可能會想有我在死 地龍 爆打他 你看你前面就算你給他gank有差嗎 我只要有辦法把我的裝備弄起來 我的影響力會比他大太多 我想怎麼殺 所以你前面你真的現在被隊友被gank了 你的角色你還是不要忘記你的打法 你不要因為你隊友被gank你就硬要去幫他們 但是你就是像弄你這種角色你的打法就不一樣 你就是要徵從你的打法你要知道你這角色的優點在哪裡 你的缺點在哪裡 然後想辦法去盡力去擴大你的優點啊 然後掩飾你的缺點 你更可弱你就不要跟這邊平等 你龍怪強你防野強你就跟這邊打防野 很簡單的道理 阿里在看著我 他現在看著我表情 你在看帥哥嗎 你為什麼要暗爽啊 沒有你用那個表情看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每次暗爽都會有個表情 ㄟ嘿 然後我們現在就一樣了 然後你看法要是繼續死 我們也不要 我們也沒關係 我們不care 但是死個100次我也不會建議 但是如果我今天不是玩龍魚 我是玩什麼蜘蛛這種的我就會建議 我就會說你他媽死算沒 那藍沒了 我們現在單打無敵 我們現在要大家看 我們現在下路其實我覺得還好他的法額死 他一直死沒差反正他能控傳就好 然後這個可以喔 生龍轉身 還想去哪 8樓吧 打筒子啊兄弟 打筒子啊兄弟 OK AP傷害希格斯 希格斯其實應該沒能摸到我 可以撐一 呃再來的話出個藍盾會好一點點 下一件出藍盾嗎 我不太會被希格斯打到 希格斯被我們貼臉 他招 不知道打擾我們 他會丟後排吧 所以就 莫凡就不用跌了 嗯 還拿到那麼多東西 碰你還在 我去比地 嗨 還敢過來啊加尾 嘿嘿 我說比他還熟他的桶子啊 有啊 可以可以我來了 可以打元星龍 喔唷漂亮漂亮贏了贏了 那隻他打得贏吧 對喲 再給我再控彈一次 再控彈一波 哇這波 泡麵打得好欸 泡麵直接把修爾給擺贏了 欸 欸 超小 他們怎麼輸了 我說應該把他們打散了 我來DDR 重錄一波吧 現在又不用去啦 三大 喔五打三 五打三代中 我覺得推不掉欸 呵呵呵呵呵呵 我覺得推不掉 應該推不掉 除非法洛大大到修爾 大到修爾有點近了 GG G 這總該G的吧 G的打了 欸法羅斯 我們就要死光了 然後就是 Game 準備好了嗎 的試暴 BG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